我們的海巡署的這些官兵都很可能 因為如果真的在海上看到要遭殊的 看到上面什麼人蛇集團的 載人來的 不管載火載人的要遭殊的 你覺得我們海巡署要怎麼樣 該不該執法 該不該執法 該不該追 追了之後萬一人家不小心落海 都算我們的 我們就要去飛這個 我們就要向城鄉 那算的打到鏡了你知道嗎 我們人就越來越保守 因為如果要把衝下去 或是說要打那個 用水的砲去打 或是要怎樣的時候 我們的官兵可能會揪去 因為海巡署的官兵也很新鮮 他不在吃飽 因為他們說真的要叫對方衝突 就像我們的警察在錄影看 一個沒牌照的車 我們叫他 我們叫他 叫他去撞 不會啦 我們都對打旁邊而已 一直叫他叫他沒有油 叫他到他要自己停下來 叫他走到五尾巷 一定是這樣 所以這個案子 其實阿強要測試 我們台灣現在的狀況 如果這個案子我們處理不當 就是說我們最後道歉了 我們最後怎樣怎樣了 每天阿強就派出 怎麼來這裡熱視就好了啦 每天在那裡搞事啊 我們的海巡署會疲疑疑疑 然後呢 每個禮拜都要去專案報告 國民黨還想什麼不參與下去 以後我們這個海上的安全 要抓招數 要抓什麼 以後會很麻煩 我覺得陳怡真很尷尬 因為如果金門正被中國拿走 他直接變人大還是要不要選什麼 沒有 因為這件事情事實上金門的漁民 反應是非常激烈 他站在海巡署這邊 主要那個船是養政府的啦 陳怡真不想離那艘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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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公司政黨也是觀光船嘛 對 觀光船是養政府的啊 其實陳怡真這條沒說很難耶 沒很搶我們政府 所以我跟你講 因為高金蘇美禮拜一要排這一條 而且禮拜一這一條 因為管閉靈一本書面的專案報告 跟他改帝幕 他改帝幕嘛 改帝幕拜他 套才一定完結 然後完結了以後 管閉靈做禮拜時也很差耶 哪有在逛逛逛逛 所以一定完結之後禮拜一 一定所有的媒體都會去 國民黨的禮拜 如果看到媒體都會去 全部都起架了 都起架了 什麼話都說出來 就可以看到他們用的文字 哪一些立委用的文字叫阿共 是同一個說法 禮拜一就會全部現行 好 葉元智 禮拜一有準備諮詢嗎 因為禮拜一那是內政委員會 你沒有 以前也會有力量 但是我一定會去湊個 看個熱鬧 連你都想去湊熱鬧 媒體在哪裡就在哪裡 因為我們排那個教育部長來背詢 都沒有人討論 雖然說我們關心教育 但大家都在關心這個事情 要關心火線話題 你對這件事情立場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你覺得我們要逞兇嗎 兇是誰 兇是不是三無漁船的人 我覺得現在去講說什麼兇 道歉 這種都是言之過早 為什麼 因為現在金門地建築還在調查 搞不好他調查到最後 就真的就是 搞不好跟大家想完全不一樣 所以真相還未明的時候 大家去說誰要道歉 誰要什麼 這個都是多講的 那剛剛王毅川 故意把畫塞到我們夏立妍的嘴巴裡面 夏立妍根本就沒有 他剛剛講說夏立妍去見宋濤的時候 講說什麼國民黨也會敦促民進黨道歉 他沒有他不是這樣子講的好不好 他我還原一下 因為我看到他是一個中央社報道 就是說這次夏立妍去 實際上他本來只是要跟台商跟台生交流 忽然間國台辦說要不要大家見個面 怎麼那麼巧 招見 招見 他已經兩次都說沒有要見官方人員 然後突然間突然間人家那麼有空找你 這個我不知道我覺得多交流是好事 然後兩個人是怎樣 是兩個要聊 因為一般的會面不太會有媒體在場 但是他開放了五分鐘 讓兩個人致辭 所以是宋濤先講了一段話致辭 完了之後夏立妍致辭 這兩個不是在對話 那現在 所以宋濤講的話 夏立妍可以不用背書 不算背書 他也許沒在聽啊幹嘛的 滑滑機 他在準備他的演講稿 那你你你自己身為這麼 我看你是很靈活 很有政治判斷的一個政治人物 不然你今天也不會就哈啦 嘻哩嚕嚕當上立委了 你的判斷夏立妍 這個時候跟宋濤見面 難道不會講海巡署的事情嗎 他們難道不會痛斥我們冷血嗎 不會痛斥我們是殺人兇手嗎 夏立妍這時候站在旁邊 不坑個兩聲 他到底是誰的小聲 我只能講說 如果我在現場 我聽到草菅人命 我會講說沒有草菅人命 這個事情真相還沒公開 不要下定論 就像我剛剛這樣講 那因為我不是 那你可以當國主席啦 表現得比夏立妍優秀 我只能說夏立妍 他沒有去反駁 他草菅人命的四個字 但是夏立妍講的話 並不是在唱和國台辦 那他為什麼要跟國台辦講說 我會回去會督促那個民進黨 因為畢竟是兩條人命 我看到他的原話是說 他就是國民主席請他來 除了撫慰兩位愚公的家屬之外 這個大家都要做的啦 就像我們現在討論說撫慰金 也是這個目的嘛 這句話沒問題嘛 然後後面就後面就講說 我跟你講 這些我們會做到誠意十足 對啊 台灣是一個重視人權的國家 沒錯啊 對啊 但是我們對於主權更是要捍衛 國民黨你們到底站在哪一邊 這個東西跟主權沒有關係 沒有 那既然會民講到 我對於他們就談判 對不對 談判到第11次 忽然扯到說 要九二共識 什麼參談下去 這個是我也不認同 因為這是人道的問題 這跟什麼九二共識 什麼九三共識都沒有關係 這個跟政治都扯不到關係 這個就是一個民視 大家就把這個問題 所以你要控制中國 那我要講就是說 夏立援他講的是 因為他去 說我們撫慰之外 因為我們是國民黨 我們是在野黨 我們會在立法院 就好好監督民進黨政府 就是說給大家一個妥善的處理 跟真相查明 這個大家都是 這個一定是每個人都希望 王毅串你希望 王毅串你不希望說 你跟國台辦講說 我們會在立法院 好好的叫民進黨怎樣怎樣 去跟國台辦講這個做什麼 沒有 這就表達我們國民黨能做的事情 你就跟他講說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基於人道 這件事情 我們會好好處理 他又不是執政黨 他只能講說 國民黨能做什麼 那既然前面講的是說 撫慰那兩條人命 所以你覺得夏立也沒有錯 我是覺得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大家不要把他想得好像什麼 國民黨去就一定怎麼樣 其實我們就只是去表達說我們能做的事情 然後去撫慰愚公 那至於說 他們站在 他站在宋濤旁邊 說兩岸事務 不用外國介入 他就在旁邊聽著 宋濤說 兩岸事務 不用外國介入 然後他選舉的時候 跟我們說 國民黨不管怎麼樣 都還是比較親美 親哪裡 而且夏立也 他自己還做過 鑽約辦事處處長 他跟美國關係也是很好 然後兩岸事務 不用外國介入 兩岸事務 外國介入就會麻煩 但你如果說 你也同意兩岸事務 不要外國介入 你要看介入到什麼程度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自主性 那如果人家介入我們 讓我們自主性喪失 我也覺得不要 那至於說 如果真的打起來 我們當然也希望美國幫我們 可是我們平常跟美國關係也很好 所以這個是很複雜 這不是二分法 這個不是二分法 業大委員 因為國際關係非常複雜 那不是二分法可以講清楚的 好邱國正講了 我們的國防部長 如果中國不認海峽中線的話 是沒有緩衝餘地的 沒有海峽中線 大家就想到過去兵凶戰危的時期 對不對 有一個縣在這邊 大家互相尊重 其實我們軍方警方日子都比較好過 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法 中國現在不管了 他說沒有中線 這個路透社的觀察是認為 在賴清德就職之前 中國就會持續點點滴滴進行施壓 臺灣官員這個時刻 該如何面對中國的點點滴滴親門踏戶 另外李喜明前參謀總長 他說中國快頂事件導致兩岸摩擦 他說中共是沒有準備好 否則是可以直接拿下金門的 他說別忘了廣大新漁船事件 中國有千百種方法讓臺灣灰頭土臉 他說中國是沒有準備好 不然是隨時以他的能力 隨時可以拿下金門 現在是他不想拿不是不能拿 鄭浩你的看法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不是拿不拿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如果退的話 他們就可以拿下金門 這才是這是務實的 就是說他們要拿下金門 船是不是要先過來 那船過來我們要不要執法 如果今天是民兵民兵過來 你要不要執法 照國民黨的論述是不要執法 忍耐一下就好對不對 這是不能退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確實最近開始很多人說 你國民黨你中華民國雙標 當時中華民國的漁船 被菲律賓開槍 你又去制裁菲律賓 現在人家傳過來 你就說我去撞人家是應該的 拿廣大新事件來去做類比 幫中國護航 我先跟他講 我覺得中國人講就算了 李喜民居然也拿廣大新事件 他是怎麼回事 我對李喜民講廣大新事件 我覺得我是很意外的 因為完全不能類比 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個事件叫廣大新事件 廣大新是什麼 台灣漁船 漁船的名稱對不對 請問今天被撰發的漁船 叫什麼漁船 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 三五漁船嘛 第一個 有名字跟三五漁船 就是完全兩回事的執法標準嘛 一樣在路上看到一台車 有牌跟沒牌的執法標準 完全不一樣嘛 你有廣大新事件是 但是那個漁船就寫了廣大新 你查就查知道是台灣的漁船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我都資料都找好 廣大新在這邊 廣大新事件發生的地點在這邊 這個地點看清楚 是在中華民國認定的經濟海域之內 而且沒有到菲律賓12海域之內 在這邊 他在我們的經濟海域 然後沒有到菲律賓的領海 可這個三五漁船 是不是到我們的領海 經限制海域 完全不能類比嘛 第三件事情 這一次的執法 我們有沒有開一槍 零 零嘛 沒開就修理成這樣子了 開了還得了 這是廣大新喔 這個每一個點喔 都是一發子彈的位置 每個都有 廣大新他們喔 完全不是射擊警告 為什麼讓我們發覺這麼神器 原因是你仔細看 他的絕大多數的子彈都往船長這邊 就是船頭船艙這邊打 後來才有船長被打死嘛 他不是警告 你打船尾這是警告 可是你全部往船艙這邊打 是要殺人的嘛 請問我們這次有開一槍嗎 所以我覺得中國這樣亂講就算了 林喜民你怎麼能這樣亂比 對啊 林喜民這樣亂比 我對他做不對稱戰爭的論述 我覺得是很讚的 可是在這個世界上去類比 廣大新岸完全類比不倫嘛 一對方是三五漁船 我們是有名有姓 有開那個船呼馬的漁船 二發生問題的地點 沒有到達菲律賓十二海裡的林海 三菲律賓是直接開槍射擊 而且是朝船手船艙 就船長那個指揮駕駛艙去做射擊 導致我們的人死亡 我們沒有開一槍 我們是要去攔截的時候 他跑 他跑我追發生碰撞 完全不能類比 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 道理要講清楚 我把道理講清楚 就會知道 所有幫中國護航的都在假的 瑞德這件事情 李喜民也講 中共沒有準備好 否則可以直接拿下金門 所以他也是覺得說 反正台灣就是認中國魚肉了嗎 我覺得那麼 當然不可能這個樣子 他講的這句話對不對 他講的這句話 在事實上現實上 中共能不能拿下金門嗎 當然可以 可問題是 中共幹嘛拿下金門 馬祖 你沒有發現中共事實上 在某種程度上面 他是嘴巴喊得很大聲 中國臺辦的那個 那個朱鳳蓮 嘴巴喊得很大聲 有的說完畢林冷血 有的說一大堆有沒有 事實上兩邊 在某種程度上都蠻克制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知道金門 馬祖你知道金門 馬祖我那時候去金門 跟馬祖的時候 是幾十萬的駐軍 你知道金門馬祖 現在剩下多少人 三千 阿兵哥剩下多少人 三千 你知道 少到 甚至於有些地方是守備隊 你知道嗎 人數降到很低 以前都靠燒開水給阿兵哥 洗熱水找 那些店全部都倒了 為什麼呢 因為阿兵哥急劇降低 金門跟馬祖 以前金門是賺阿兵哥的錢 馬祖也是 現在是賺兩岸相通 還有那個 金門現在有錢 是因為高粱酒 賣得好 馬祖相對是比較窮一點 等等 中共我問你 我要是老共 我拿你金門馬祖幹什麼 金門馬祖 尤其金門跟他們多好 金門現在的水還用中國的 我講坦白的 所以這也讓金門的鄉親 金門的鄉親 這次看進入一件事 尤其是金門的漁民 這件事情上面 金門的漁民是站在海巡署這邊的 但是他說 那麼老共是因為沒有準備好 不然的話可以拿下金門 倒也不是不對 為什麼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拿這個東西的類比 是很可笑的 為什麼 他要拿金門 他在1996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美國派了 兩艘航空母艦第七艦隊 守住台灣海峽那個地方 他要拿烏丘 他真的要拿烏丘 我講坦白 那時候金門的阿兵哥 全部24小時都蹲在散兵坑上面 然後打飯班 再把飯拿來 整整守了快要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因為情報顯示 他要拿下我們的烏丘島 大丘小丘跟旁邊的島 他真的要拿下來 為什麼 他拿下來以後 藉此告訴你 我隨時可以往前衝 但後來看到第七艦隊 還不是就縮回去 為什麼 因為你他動一法 而簽檢局吧 他不是在怕台灣 他是怕台灣後面的美國人介入 我想把台灣白了 你老共不動 美國不會介入 老共一動 他不知道美國會怎麼樣啊 所以林喜明講了說 他沒有做好準備 所以議員是中央有打你嗎 兩岸之前是美國少管 不過他們要來打我們的時候 美國還知道要來管一下 不是 這樣有利啊 美國不會讓台灣就這樣子拱手 讓人老老公吃掉以後 所有的艦隊潛水艇 所有的什麼東西 全部面對整個太平洋 然後太平洋對面 關島夏威夷 再來美國本土 美國不會放棄 台灣這麼一塊航空母艦嘛 所以你現在這個時候 去說話是有點莫名其妙嘛 我們就先公平了 我們應該要找抽赤 我們應該要找抽這個 去看吧 我們應該要一起來 我們應該要找抽 去看 我們應該要找抽 我們應該要找抽 匹持人用ファogen 我們應該要找抽 我們應該要有確認